歡迎收看小小小的片子教數學 這一集我們要介紹另外一個常見的 處理排列組合問題的套路 就是錯排 就是說 某個人不在什麼位置 而且某個人不在什麼位置 這樣子很經典的東西 他還是有一點點學習的必要 原因是因為 我們後面到機率的時候會用到他 假不排手而且以不排二有幾種排法呢 那方法一就是用位置挑人嘛 所以我的第一個呢 剛剛講的不能挑假 所以有八個人可以挑 再來第二個位置呢 因為以不排二嘛 那這個時候不知道你能不能夠 察覺到呢 第二個有幾個位置可以挑 他受到 第一個有沒有挑到以 因為我們剛剛第一個只有排出假而已 對不對 所以說第一個如果就是以 那第二個呢 就 他是假沒有關係啊 他不要是以因為他本來就不會是以 所以其實這樣子一來 第二個還有八個 如果他是以的話 還有八個 那如果第一個不是以 不是假的另一個 就不是假也不是以的另一個 那麼排到第二個的時候雖然假補進來了 可是以又不能要 然後排第一個的這個也不能要 所以你就只剩下七個 那再強調一次 所以你的答案不是 八成八成 後面這裡會有 那個七階啊 不是八成八成七階和八成七成七階 而是怎麼樣 我們要分拆前項 所以我們這個方法一呢 就是帶我們練習 分拆 而不是純粹的條列 我們要把它分拆掉 注意看這個飛椅的部分 是七 因為他跟上面這個一 加起來是原本的八 這個飛椅呢 因為他也一樣要飛假啦 所以他 就是 只有七個可以選的 那負面是 七階 隨便排 隨便排 所以這題的答案就是 11乘8加7乘7個 7接 749加8 57 不用用成開 這個我們稍微算一下 等一下可以驗算幾種方法 答案是一樣的就好 來看方法2 我們剛剛是位置挑人嘛 那如果現在 用別的方式 那我們說人挑位置啦 不過你真的從甲開始一路一直挑到 這個新也是挺麻煩的 那既然有問題的是甲跟椅的話 我們也可以選擇怎麼樣 頂到人先排 甲再插進去 那所以頂到人 因為九個人 頂到人先排 17階 然後甲插進去的時候 因為甲不排手嘛 所以七個人 人留下8個位置裡面第一個不要還剩下 123 4 6 7 7個位置可以選 所以甲有7個選擇 可以嗎 所以這是第1條 不要看下面這裡 就在講說 頂到人排完之後甲插入 那甲呢因為不能插第1個所以有 7個選擇 可以嗎 接著甲 我隨便我這樣是把它插在這個丁跟之間 所以我甲插入之後就看第2條 我的甲插入之後呢 那變成是有8個東西嘛 8個人 所以產生了9個格子 9個格子 因為已不排第2個 那所以這樣子是有8個選擇 所以我們的答案是7階乘7乘8 可以嗎 你這樣就會發現 這兩個算法答案不一樣 好 那我可以告訴你第1題是對的 第2題 這個算法仍然有缺肉缺了什麼 我們選一題 老師要盡量去想說我選這一題 我要教學生什麼 我為什麼要在一題裡面教很多方法 不是為了要炫耀 哇厲害 你看我好會解 而是怎麼樣 因為這一題 這個方法我要用他來 用這一題來 帶大家練習分拆 這一題我要大家複習什麼 如果你有想到 這個要怎麼改 你就知道我要複習什麼 就是我們在那個7個人排列啊 然後說 甲乙不相鄰 宜兵也不相鄰的那一題裡面 如果你有印象的話 我們把其他人先排好嘛 然後說甲乙不相鄰放進去嘛 然後把宜兵不相鄰也放進去 所以其他人先排好 三階之後 因為甲乙不相鄰嘛 所以乘以P4取2之後 換這個丙丁插進來的時候 12345有6個位置 我們說 這樣子的話呢 這個答案還是有漏 漏什麼你還記得嗎 漏的就是說 其實我可以讓甲乙 是原本相鄰的 結果被你的餅跟釘 硬插進去一個 才讓我不相鄰 類似的概念 你看在這裡我們也 利用這一題 再呈現一次 等於說你以後再做這樣子的 討論的時候 自己要留一個心眼 你有兩次的插入的動作的時候 很有可能呢 你的第二次是可以把你第一次 做不到的事情補起來的 這樣子的話你會漏掉 這樣子的 這個情形 我們一開始就讓甲 不要排在首位 然後 接下來才把1補上去 那我們漏掉了什麼 我們漏掉了其實一開始 甲就排在首位 然後乙 又放他前面 也就是說在這個 丙丁霧己跟 新人 排好七階之後呢 甲 偏偏挑1 那你說甲偏偏拍 挑第一個然後那怎麼辦 接著乙呢 再排他前面 那這樣講就不是第一個了 而且乙也不是第二個 很好 對不對 就是乙1甲2的這個情況 這個是我們漏的 那所以你合起來你就會發現 是57個旗節沒錯 所以這是利用它來討論一下 那當然我們也可以用排榮 所以我們在這個 這個例子裡面 趁著它還簡單 就先讓它來 練習一下用這個 文式圖來排榮它 那我們前面在畫文式圖的時候有提醒過 我們要 這個習慣你的這個文式圖不是說看到甲寫個甲 看到乙寫個乙 是發生了什麼事啊 就是說 這個是甲牌首位 這個是乙排第二位 那最中間這個叫做甲牌首右 乙排次 對不對 所以說我用甲不牌首而且乙不牌次的話是全部剪掉 甲手或乙次 那就會等於全部剪掉什麼 甲手或乙次是連擊嘛 所以它是剪 這裡是甲手 加乙次 剪掉甲手乙次 所以是全部剪掉 兩個 所以把它展開來 你就會發現用全部剪這個剪這個加 交集 全部是 全部是九階 九階 剪兩個 八階 加一個七階 其實這個方法三啦 才是我們 這一個主題 這個小主題挫牌裡面最想要 學生 吸收起來的方式 為什麼呢 因為當 數目多起來之後你用這樣子一個一個數都麻煩 所以 要匯這個方法三的方式 用 全部剪這個剪這個 中間 就是 取這個連擊扣掉 甲丙 到人 九人排一列 甲不排一 乙不排二 丙不排三 有幾種排法 所以我們現在出現三個條件了 那我們接下來就都不用那個方法一方法二 我們都用 剛才的這個 集合的方式去討論 所以這是 甲一 這是乙二 這是丙三 全部 減掉 甲一或乙二 甲二 丙三 等於全部 減掉 我們 一邊把裡面 展開我就一邊 把負號沉進去了 也就是你要減掉的東西是 這一圈加這一圈加這一圈 加這一圈 減這一圈 減這一圈 減這一圈加這個 但是因為會沉到一個負號的影響 你會變成是減甲一 減乙二 減秉三 加甲一乙二 甲一乙二是這個 加甲一乙三 加甲一乙三 是這一個 那你也不用想說那這樣子 是不是很容易漏 減二乙三 減二乙三 那我在這裡就說明一下 就是說 其實你要加回來的就是 甲一乙有兩個條件成立的情況 所有 有兩個條件成立的情況 可以嗎 所以不是說我們在圖上看到什麼寫什麼 雖然我建議你們畫圖 但是我們不是說真的依賴這個圖說 我看到了什麼才寫什麼 沒看到就漏掉算了 你就知道說我這裡要寫出來的這個是 甲一乙三個裡面 選兩個 成立 總共 會有幾個 會有三個 條件它的方式是 我們前面有介紹過 你甲一乙三個 先從甲開始 加乙加乙 然後甲用完了 乙就不回頭找乙甲了 因為已經有甲一乙所以乙丙 所以三個 那最後呢還要再補中間這個是補扣 補來扣 所以扣掉 甲一乙二乙三 那所以是怎麼樣 全部是九階 3個8階 加 3個7階 6階 因為你達成一個限制條件就 就8階嘛 就是反正那個位置放甲 其他隨便排 對不對 其他8個隨便排 你達成兩個限制條件 就是 甲一乙二 這兩個決定了嘛 剩下七個位置隨便排 你達成三個限制條件 甲一乙二乙三 OK那其他隨便排 剩下6階 那事實上他會很漂亮 他會很漂亮 你會看到這裡的係數是 1331 他剛好就是我們那個 A減B三次 A三方減3A比方B加3B比方 減B三方的係數 那我們在當時其實就有稍微提到 這個巴斯卡三角形 往下延伸 1 1 1 2 1 1 1 3 3 1 1 4 6 4 1 1 5 10 10 5 1 1 6 15 20 15 6 1 這樣子往下延伸呢 其實他剛好就吻合了 我們的這個C的計算 為什麼呢 你之所以會是3的原因是因為 A加B三次是 A加B乘A加B乘A加B A加B 你要出現A平方B這一項的話 三個括號裡要有兩個 出A一個出B 那哪兩個出A呢 1 2 或1 3 或2 3 那不是就是像我們這樣子 甲乙或甲丙或乙乙乙 這個3是為什麼 是因為三個條件裡面要選兩個 甲1 乙2 乙3 要被配給兩個要發生一個不發生嘛 是不是 一樣是3接除 2接1接 是不是一樣是C3取2 甲不排1乙不排2 丙不排3 丙不排4 有幾種排法 說實在話到4個要畫這個圖就很難了 但是我們無所畏懼 因為我已經知道結果了 1 4 6 4 0 但是我在這裡呢 一樣就是 我列給你們看 所以它是全部怎麼樣呢 扣掉 發生一件事 發生什麼 發生甲1 扣 扣發生乙2 扣發生乙3 扣發生丁4 加什麼呢 發生兩件事 哪兩件 再看一次 甲乙 甲丙 甲丁 乙就不對回來甲了喔 乙丙乙丁 丙丁 叫幾件 6件 是不是1 4 6 4 1的6 好是不是這樣子 那我都會叫學生抄筆記 這題一定要抄 都要抄不要寫麻煩 不要說我知道了我就寫答案 讓自己有能力調列 那接下來呢 在扣 扣什麼 扣3個發生的時候 哪3個再看一次 甲乙丙丁不發生 丙不發生是甲乙丁 乙不發生是甲乙丁 甲不發生是乙丙丁 最後呢 再補 甲乙丙丁都發生了 所以答案沒錯就是我們剛一直 就講到很漂亮 全部是9階 係數會是14641 他會扣4加6 扣4加1 就是變成是a-b4次方的那個係數 所以是 9階-4個8階 加 6個7階 減 4個6階 加5階 可以嗎 好那這是這次要出的作業 大家可以按個暫停看一下題目 就3題 這3題 那我們就集上到這裡 我可以按下某個8階 我可以按下某個8階